科的博士都死了 真的是博士 不是他那個科就死了 所以他應該要叫專事就對 他就是某一個行業占家 博士真的要每一項都要懂 琴琵書、一陸星相、天文地理 天文地理就難學了 現在你先看 由明朝之後都沒有 明朝之後那個天文地理都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人講也沒有人懂 他們懂得看星嗎 懂得看那個星 跟那個人事變動有關嗎 他們不懂 中國很博大精心的 舉個例子 為何說沒有這些人才呢 你們都知道 每個農曆十五都看到月光 一定的 如果不下雨的話 那為何生歷的十五都沒有月光呢 你說我們中國那個歷法 這個就是歷法的問題 這個歷法的問題 你用心力 你是看不到月光的十五 一定是 農曆呢 你就看到了 是不是 在七千年前的皇帝力 我記憶中 在七千年前的皇帝力 和現在我們用的太陽力 是差了十一分鐘而已 你都不知道當年怎麼辦 不知道的 歷法這件事 很秘密的 很多民族都有 不是秘密 你不懂 就是弟弟 我的祖先是專家來的 元朝 那我沒有過這樣的祖先 我找周公做我的祖先嗎 哈哈哈哈 他那些 他那個 中國歷法是很厲害的 中國歷法 你現在 你普通人真的不知道 他由那個歷法 變成每個月 有節氣 二十四節氣 二十四節氣 一直走下去 他是早過 好準的 好準的 當然準的 你會說笑的 現在你都沒有那些人才 那你 你就糟糕了 即是以前的陰天鑑 那現在 現在你沒有 你現在都沒有 沒有人學那套東西 最慘沒有人學 最慘沒有人學 不是說什麼 你沒有人學 我們都不知道 有一些學都不知道在哪裏 即是說給你留八塊 你去看書 他真的知道 朱元璋是未來天子 他真的知道未來天子 不是說笑 現在你那些人 哪會懂這些 這樣的氣魂 是不是 你行軍打仗 怎樣用 大家都認識的 很多人認識的 以前在日上清朝 那些都認識的 天文地理 歷史 典章 曾國凡 那些人 他們都認識很多東西 是不是 都認識很多其他雜學 他們單單是 我是那個科 就是那個科 的了 因為他在元代 我們祖先郭守敬 是唯一的天文大家 明代 明代 接我們祖先郭守敬 那套法 那個力學 到他明目 那時候 徐光啟 就因為看日式 失靈 是 才請到西方的人 請到李華島 不是 龍華文 鄧陸行 羅雅谷 這些人才推算過日曆 變成中西合璧 但如果他講 那個聲秀的理論 不夠中國 而妙 尤其是他講到 關於那個天星學 跟那個人士關係 鬼佬就更加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 可以告訴你們 中國的二十八星宿 是印度傳過來的 這件事是印度傳過來的 是啊 你看看印度的古書 印度傳過來的 那時候是印度傳過來的 不是這樣 很多人 這件事是印度傳過來的 星宿 二百星宿 是一般人不知的 因為中國的星宿學那邊 是很雜亂的 所以何時出意見都不知道 但印度是埃及傳過來的 天文學來說 埃及很早的 很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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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又中斷了 啊 但他那些傳承又中斷了 傳承斷了 他戰亂了 所以他戰亂就是 沒辦法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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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